現在要準備出門 等一下要入住宿舍 然後等一下還要交計程車 因為過去有 就是上坡路 所以你不交計程車的話 幫你心理會很累 現在是我早上跟晚上外面都很冷 所以我都會戴衛襟 戴帽子 這樣子 然後再 戴口罩 因為白臉會很冷 最後再 背上眼睛 就完成了 出門的 三線套 然後這是我的行李 然後這是我的行李 是我的宿舍 它有第一間浴室 然後呢這邊也有一間浴室 就兩間 廁所的話是一間 然後我是住 這個436G 所以就是我的房間 就這樣 然後還有 陽光 對 那現在就來跟我一起整理我的宿舍吧 我昨天去大創買了鏡 所以我要先把這個鏡子放在桌上 雖然就是衣櫃上面剛剛也有鏡子 但是如果要化妝什麼的 還是 在自己的桌上也有鏡子 還是在自己的桌上也有鏡子 這個鏡子是這樣 打開的 然後就可以 立起來 然後放在桌子上 我來韓國 之前帶的超級多衣服 因為韓國衣服很貴 真的超級多 這個頭頂上的桌子 因為感覺我不會 這麼快就用到它 在我放東西進去之前 我要先把櫃子擦一擦 我從台灣帶來一個 超級小的可愛膜布 這樣我就可以放我一些化妝用品 現在我從台灣帶了超級多衣架 大概有十多個吧 或者是快要十個 反正 因為我想說可以先帶一些 這樣就不用來的時候一直買 雖然我覺得來的時候還是會再買 但是 我有帶一些 然後我用這種 小的塑膠環 把它們綁在一起 才不會散掉 而且我喜歡這種 有凹的衣架 因為樣子你掛那種 掛它的那種衣服會比較好過 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衣服掛上去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的把宿舍的東西都放好了 首先就是這邊都是去洗澡很會用到的東西 或者是洗臉用的 然後這邊都是化妝盆 那底下都是就是跟洗澡那些相關的 就有卸妝跟洗髮精那些的 然後上面是帽子 中間是口罩 這邊放的是洗衣精 底下放出門會用到的東西 櫃子打開的底殼都是3C用品 那最下面的就是平常可能會用到 但不是這麼想得到的 再來打開之後 就是衣櫃 衣櫃我先掛了一些就是衣服 然後底下這邊是因為新買的 所以我還沒拆開先放這裡 這底下就是襪子跟內褲 再來櫃子打開第一格就是 放一些包包雜物 然後第二格放的是清潔的東西 跟吃的伴手禮 要送人的 最後一格就是衛生麵 喔~~ 現在在要走去宿舍的路上 可以稍微帶你們看一下學校的沿途的風景 宿舍就是上面那一棟 紅磚的 這是國際宿舍 旁邊這棟好像是音樂館 然後這邊是圖書館 這邊還有網球場 沒有人在搭 但我真的好冷 去拿了學校租來燈 對 好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